可以看到在iPad Pro这支广告里 巨大的油压机将各种乐器、颜料、画笔 加上电视、相机、雕塑品、画作等创作产品全数压扁 最后从油压机底下诞生出的 就是苹果这台最新型号iPad Pro 尽管对苹果来说是想要呈现这台号称 史上最薄最强大的iPad Pro 不论是创作任何艺术或音乐作品 还是单纯欣赏或玩游戏都只要一台就搞定 但由于AI等先进技术 已经让不少创意工作者担心未来人类智慧结晶被偷走 这支广告也马上被炮轰说是一场行销灾难 一文介大咖包括英国男星熊格兰 算说这是把人类经历破坏殆尽 真是多亏这些戏骨大厂 在库克底下留言的网友 还有人说苹果应该把行销团队找来检讨 也有人重新编辑影片 表示如果苹果想达到宣传的效果 就应该让油压机反过来运作 最后再出现新产品 呈现iPad Pro能够一机多用的特色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